大家好 我們現場觀眾今天看得很開心 剛剛聽到他們笑得很開心 都感謝你而定 可以請導演先跟觀眾說幾句嗎 大家好我是張耀珍 這是我的第一部電影 很高興大家會喜歡 事實上這個故事是從這次事件改編的 大家應該會想知道這件事 等一下我也會稍微講一下 不好意思 有點不太聽得到 可以再重複一次 好 很多人都會問到說 為什麼會有這個故事 事實上這個故事是從正式事件改變的 是從我媽媽當初 在我爸爸截至27天之後 把他的腿找回來的故事改編過完 所以他其實是來自於真實故事 原來是個這麼感人的背景 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對桂倫美這個角色也是平空地去切記的還是根據你的切記 這是一個很難纏的女人 應該沒有誰的媽媽會長得像桂倫美吧 但是我媽媽應該覺得自己比桂倫美漂亮 但我不覺得 那我媽媽的確是一個很辛苦的女性 事實上 我覺得很多女性都很像桂倫美這個角色 就是在年輕的時候 跟一個男生談戀愛很快樂 可是跟她結婚在一起生活之後 好像不太一樣 這個男生在生活上好像不是那麼的好 會帶來很多麻煩 到最後這個女生就得出面 幫她解決很多 她其實沒有解決的問題 結果後來我們看到通常 比較能幹的 比較厲害的 都是媽媽 又不是爸爸 我覺得這是很常見的 所以說這個故事 它本身是一個很感人 或是很溫馨的那個 故事溫馨 這是有想法的愛情的故事 那為什麼到現在最後 你會選擇加入這麼多 荒謬啊黑色喜劇 這個方式去呈現這個故事 其實本來沒有愛情的成分 我爸跟我媽之間 我爸爸跟我媽媽沒有愛情 我從來沒看過 從來沒看過他們的愛情 從我有記憶來就是吵架 從我記憶來就是不快樂 但是當初我媽媽在幫我爸爸 把腿找回來的過程 的確是非常荒謬的 就是沒有要幫她 她是靠著自己的意志力去克服所有的困難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旁邊的所有人都會以為說 原來我媽媽對我爸爸是有愛的 可是到最後發現的是 我媽媽她其實她的心願是 幫我爸爸把腿找回來之後 希望她可以很完整走得越遠越好 永遠不要再回來 這個是現實 但是呢電影不是要給我們看 那麼殘酷的現實 電影有的時候是要給我們看 現實生活中沒有的東西 於是我把愛情放回去 我希望這裡面有愛情 那她做了這麼多的事情 如果是為了愛我們看了之後呢 其實會覺得人生好一點 所以我把愛情放回去 愛情放回去 愛情放在後來再有 一開始只有早腿這個情節 然後在當中其實也發掘了很多 可能是政府啊 或是公務的一些荒謬的基度上的問題 所以想問一下一個 然後你也會很完整的鋪成那個醫院的那個模式跟架架 想問一下你中間有沒有做很多就是 research 有有有 這個是這個是一定要的 一定要的 醫院從頂樓到地下室 我們全部都去過了 每個單位都問過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並不是說醫院有多荒謬 而是我們仔細看 其實在醫院裡面的每一個人都有幫女主角 每一個人都有幫桂輪 但是是有限度的幫 只會幫到一個程度 那事實上已經是非常好的公務人員的態度了 非常好的醫療人員的態度了 我能幫你 可是只能在這個範圍內我幫了你 再超過其實我是做不到的 所以事實上是每個人都有幫 只是郭倫美她面對的問題很多 她要一關一關去克服 所以才會讓大家覺得很荒謬 她一個人把這件事情做到底 而且她沒有要跟任何人妥協 荒謬的點反而是在這個女主角自己的製作本身 那我把時間交給現場的觀眾 看他們有沒有問題想要問 導演你好 謝謝你的編劇 我有觀察到就是這個故事 最後那個編劇就是你和中島一起完成的 那剛剛聽你說 正式的那個版本很不幸的 其實就比較暗黑嘛 在你的角度上去看 那其實中島一直就 它如果是自己要發展的一些故事 可能也算是比較偏暗黑的那一種故事 所以就有點好奇說 就是你們倆去合作這個劇本的時候 其實那個討論有什麼可以分享的嗎 就是各自對於那個世界觀有怎麼樣去平衡過各自的想法呢 還有就是因為那個劇本裡面有一些情節就是插入了一些笑話 還有就是要給那個笑話的credit給納豆 就是很可以嗎 就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設計在這個故事裡面 謝謝 好我先回答那個笑話的問題 因為這個是我到目前為止接受過的 每一個訪問每一場QA都會問到 為什麼有笑話提供然後是納豆這件事 因為這個笑話在這部片裡面呢 並不是為了很好笑 這個笑話是夫妻之間調情用的 是夫妻之間的情趣 所以它如果太好笑的話 我們會直接把專注力放在好笑這件事情上面 而忽略了它是夫妻之間調情的一些話 那我們選了好幾個笑話都覺得不太恰當 那我就跟忽略討論說 我們周遭有什麼人是特別有情緒的 我們周遭有什麼人是感情特別豐富的 我們就想到了納豆 那納豆是台灣很有名的一個藝人 然後他有很多愛情故事 我們就請他提供一些笑話 果然他提供的就非常適合 你就聽了感覺的出來說 這個應該是男女朋友或是夫妻情侶之間 挑逗彼此的時候講的 所以那幾個笑話我們就給了他 那至於說我跟忽略合作的部分 其實我如果自己寫劇本 我如果自己的作品 比如說小說或是劇本 也都是比較暗黑一點 可是很奇怪 就是兩個暗黑的人遇在一起 好像負負得正 在那個陽光古照合作裡面 好像就已經不太一樣了 好像是我們兩個在面對彼此的時候 會提醒對方一下就是 也許你不要往那麼暗黑的方向去走 那在這部片裡面呢 其實忠道對我最大的幫助是那個男主角 就是楊佑玲的部分 因為我爸過世的比較早 我對於我爸的印象其實不深刻 我對於一個男人在家庭裡面如何的奮鬥 為了生活為了這個家庭會去做多少事情 我不太了解 我只記得他無數次的做錯很多事情 他投資沒有也是成功 他的工作也是非常的不順利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知道那個原因是什麼 那那個周末宏監事呢 他對這件事情有很多觀察 他常常在觀察所謂的沒有成功的男性 他告訴我說 也許楊佑玲這個角色呢 他並不是真的想要讓自己的家庭 或自己的妻子難過 他只是能力不足 他很傻很浪漫很偏真 但是能力不足才會造成這麼多的事情 我原先是在男主角的部分 是寫的很少很少的 但是周末宏導演他給我很多的幫助 把這個男主角的部分寫得完整 所以後來才有辦法請到楊佑玲來領出這部戲 所以我跟周末宏在合作的過程中 其實在劇本的部分 他給我最大的幫助 反而是男主角的部分 因為那個地方我本來是寫得很少很少的人 有沒有其他的觀眾 導演您好 我想請問一下 這部電影的其中一個特色就是 兩位主角 儘管他們是在 鏡頭前已經有很多的對白和演繹 可是他的一個特色就是 他有很大量的旁白 就是由主角自己來演繹的旁白 那這一些就是 您在油擺和旁白中間 您是怎麼去做這個設計和一個平衡 之所以會有旁白 第一個那個旁白是男主角的旁白 那個旁白是他的遺言 是他死前想要 死後想要對自己的老婆講的話 那為什麼會設計這個旁白呢 因為男生跟女生的故事兩天的時間是不對等的 在女主角的部分 他其實全部是在84小時之內結束的故事 可是在男生的部分 可能長達10年的時間 這兩個時間是不對等的 如果他並排的話 其實會有非常非常奇怪的感覺 所以在男主角的部分 是需要加快速度的 是需要用一些話 把很多的感覺 或是很多的東西加速的過去 所以我們後來選擇的是用旁白的方式 那至於這個旁白 其實對我來說 我是寫一個很完整的遺書 就是這一個男主角 他最後想要對他老婆講的話 在這個故事進行的過程中 其實這個女主角不管多麼努力 他是聽不到這些話的 他只是照著這一支去走 到了最後面最後面 當女主角要跟男主角告別的時候 兩個人的話才好像對話上 那時候是這樣子一個結果安排 至於那個旁白的數量 我其實刪掉了一些 原來再多一點 但是因為那是在寫劇本的時候 希望他寫得完整一點 到了那個拍完這簡介的時候 覺得有些東西其實畫面已經說完了 我們就把它拿掉了 只是他還是有時間上 你需要加速 所以我們還是保留了 蠻多的屬於男主角的旁白 那時候是這樣子的想法跟做法 前面有另外一個觀眾 那個導演你好 我想問一下就是那個 關於電影配樂還有音樂方面的問題 然後就是我看到 剛好今天看的兩部電影 都是盧綠銘他來做配樂 然後我覺得香港觀眾對盧綠銘的印象 可能是返校的配樂 那我們對返校的配樂 可能是會比較 注重氛圍一點 比較多選頁 或是可能比較一些合成系的人數 那我很好奇你在 當初在拍攝部電影的時候 為什麼會想到找他的時候 因為如果我們對一般的影響不見得 會是現在電影呈現的這個效果 然後還有就是最後片尾的 很難的片尾一曲 都是他自己唱的 那我很好奇就是在 你跟盧綠銘在討論整個電影的 音樂的方向還有一些製作方面 有什麼的一些想法 我跟盧綠銘認識已經超過 大概八年的時間 其實我們很早很早之前就要合作 但是那時候沒有合作 他的配樂在我心目中 都是台灣最好的配樂之一 那這次跟他合作呢 你們會覺得好像風格有些改變 是因為這部片有一半是古典音樂 是古典音樂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選擇的那個舞蹈 是國標的華爾茲 華爾茲是從那個原舞曲來的 古典音樂 這也是為什麼在 開始就是在救護車出去的時候 第一首歌是那個藍色多腦合 那是因為跟古典音樂有關 我們會發現說在兩個角色的部分 其實其中一個角色全部是古典音樂 另外一個角色全部是盧綠銘做的現代的音樂 那其實他的那個心境跟用法當然是不一樣 在古典音樂的挑選方面 我們也是有各種意涵在裡面 但是可能是因為古典音樂的存在 造成大家覺得說 反而那個盧綠銘的風格沒有那麼明顯 可是如果有機會你們如果再看一次聽一次的話 會發現說從那個小美從音樂離開 追上那一台資源回收車的那一段音樂 那一段非常幽默的音樂 事實上完全是盧綠銘的風格 盧綠銘是一個學過古典音樂的人 然後他很喜歡用現代的電子的配器來做這個 可是關於整個實際演奏樂器的用法 他還是非常的厲害 所以那時候跟他討論的時候 有討論到一些做法 那我覺得他有做出跟古典音樂的差別 那最後那一首歌呢 其實歌名是招招的腿 是他為這部電影做的 是他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他自己的想法 他的詮釋做這首歌 這首歌其實也是非常有盧綠銘的風格 那我們那時候是用古典音樂 跟盧綠銘做的配樂 一起來做這部片的音樂 希望呈現兩個小時不同的心情 是這樣子的想法 前面有另外一個 導演你好 我想問一下這個 就是關於你的整個主題 跟國標舞之間的關係 因為我好像整套電影看下來之後 我感覺不管是男主角還是女主角 好像他們兩個 就整個人生好像看起來跟國標舞的關係非常大 但是當他們從中間抽零之後 我覺得好像對他們的影響並沒有 作為主題而講 並沒有那麼深刻 我覺得整個人看起來好像有一種 兩件事情有點平行的感覺 就是他的腿跟國標舞之間 確實沒有腿就不能跳 那時候好像中間並沒有感覺到這個 這個張力在那裡 我想更多的了解一下 是怎麼設置這個主題跟國標舞之間的關係 原先是沒有國標舞這個主題 原先在我爸跟我媽的故事裡面 也沒有國標舞這件事 但是後來我們覺得 如果腿這麼重要的話 他應該要有一個跟人身綁得很緊的一個東西 所以後來想說 如果是跟他的生涯職業 跟他的理想跟他夢想有關的話 那個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們後來選擇了跳舞 那種跳舞裡面選擇的話 我們後來選擇是國標舞 而國標舞有好幾層意義在裡面 我們選擇的國標舞也不是大定五種 而是華爾茲 華爾茲是最優雅的 最屬於上流社會 因為他以前在19世紀的時候是屬於宮廷舞蹈 那可以看出這個男生 其實對於上流社會有一種虛榮的想像 那他成為舞者之後 他後來因為腿受傷而失去了舞蹈的機會 但是女生還是繼續在教舞蹈 我們可以知道說 他們一開始的相遇是為了跳舞 後來人生的目標也是為了跳舞 可是當男生沒辦法跳舞之後 女生還是在繼續跳 那時候開始兩個人的人生有了一些差異 他們兩個感情之所以會變得不好 其實最大最大的轉捩點 應該是在那個法派屋那一邊 裡面有一個關於神釣俠俠語的笑話 其實好像蠻多人都對那個笑話很有感覺 可是對我來講那是兩個人正是感情變不好的點 因為對於女生來講 對於女主角來講 那我感覺比較像是 你不管做錯了什麼 你的夢想沒有辦法持續 或是你有什麼樣的困難都沒有關係 可是那個出發點一旦不見了 其實你這個人就不是原來的你了 可是對於男生來講 他是只要能夠成功 只要能夠得到某一種榮譽 只要他可以成為winner 他什麼事都肯做 那國標舞都只是其中一個過程 其中一個選項 他沒有那麼在乎 於是他跟女主角講說 如果我們改做法派屋 如果我們聯手 那我們是神良小女 可是對於女生來講 意思是 我當初是因為你的夢想 我才跟你在一起的 你現在不要這個東西了 那其實就不是原來的自己了 所以他後面才會那麼積極的 想要把他的腿找回來 他的腿找回來是因為 不只是替男生找回原來的他 其實也是對於女主角來講 是把原來的自己找回來 因為他是被迫去成長和改變的 他其實從一開始來看 他沒有想要成為一個非常精明 或者說非常厲害的女性 他的情況比較像是被迫的 那這腿跟國標舞的意義 我還是覺得纏繞得很緊密 因為那是他們所有人生改變的轉位點 都在那邊 包括相識參加比賽 奠定了人生的目標 以及人生目標不能持續 以及後來他們的生活方式 還有外遇的原因 全部是發生在這裡面 還有這個男主角必須 因為他後來不能跳舞的 他必須目睹自己的老婆 跟別的男人跳得非常愉快 那是他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 這殘套還是很緊密的 我們有時間給我們最後一題 好的 好 我先給你 謝謝 謝謝 你好 兩個問題都是關於選擇演員的 第一是選擇貴文美 其實 因為他給大家印象的是文藝 文藝建築的 或者是文藝 然後 好像也沒有說 中文也不是特別的關係 為什麼知道 他也就不需要以黑色人物 為什麼選擇貴文美 就是第一個 等一下我聽不太清楚 後面那個問題 就是 因為貴文美給大家印象 就是文藝片為主的嘛 然後也跟好像 跳舞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為什麼當時 而這部戲 又是有這些 按這個底細 比較黑色幽默這些 那好像也不是他以前的戲 所以為什麼會當時選擇 就是第一個 就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配角方面 因為 有看到的金世傑老師 然後 金世傑 因為我之前在看 陸順風的時候 中島說 金世傑 他用了金世傑老師的照片 來在裡面做了一小段的客串 然後他說 金世傑是他印象中 就是 很帥的男生的代表 所以我就問這個 這部戲裡面用到金世傑 是您的選擇 還是中島的選擇 關於小美的問題 其實這部片最早的 女主角的人選 不是小美 這部片本來有 第一個版本的劇本 當時是沒有舞蹈元素的 我們那時候談的是 另外一個演員 但是後來 因為我們把 《國標舞》這件事情 加進去 我們就必須換演員 找一個 有舞蹈基礎的演員 然後 找了第二個演員 其實也不是小美 是另外一個 有舞蹈基礎的女演員 但是這個女演員 其實在我們開拍前 不久 有一些個人問題 沒有辦法加入我們的演出 於是我們得再換角色 而小美是我們早上的 第三個演員的人選 小美其實是有舞蹈基礎的 因為這部片 選擇是國標舞 不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學會 她一定要舞蹈基礎 小美是有古典芭蕾的基礎 所以我們那時候 我腦中其實想到過 小美這個人選 但是因為我 這其實是我的第一部片 第一部片的導演 能夠用過敏美這樣子的角色 事實上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一開始 在思考演員的時候 我並沒有說出這個名字 雖然我覺得非常非常適合 但是當我在跟那個 我的監製就是 周孟宏討論的時候 她就問我說 依照你的條件 依照你現在這個劇本 所需要的條件 她要一個會跳舞 而且演技非常好 而且形象不要直接 那麼嗆大的女演員 要點反差 你有沒有想到什麼人 不好意思啊 所以桂倫姐這個 剛剛請了大概五秒左右 然後你提前講 你提前五秒 你剛剛講到的 就是那個 中道叫你依據 中道請我把那個 我腦中的演員的條件 講出來 那條件就是 她必須要有舞蹈基礎 那她必須要有一定的知名度 而且演技很好 而且這個形象呢 不要跟劇本太像 太像的話 沒有反差 沒有效果 要有點距離 最好是帶著一點點美 她就問我說 你老海中有沒有什麼樣的名字 我當然老海中有故意 而且是非常非常前面的選項 那是我不好意思講出來 但是她就直接問我說 你有沒有想過桂倫美 我說當然有啊 但是我不敢講啊 因為講出來 會覺得第一片的導演 跟堅持講說 我要用桂倫美 那我很標臉啊 但是中老就說 沒關係我們就來找她 所以我們就約了桂倫美 然後把劇本給她看 沒想到她就答應了 本來是很擔心的 但是用了桂倫美這個演員之後呢 其實跟她討論過非常多次 她也非常努力的在練國標舞 她練得非常辛苦 她有一次我接到的 那個舞蹈教室打來電話 說小美身體不舒服 她練習到一半的時候 她吐了 她吐了 然後她暫時不能跳這樣子 我就馬上去舞蹈教室看她 沒想到她一看到我來 她就假裝沒有事情 她就繼續跳舞 那每次在跟她討論劇本的時候 都發現說她有研究劇本 她有研究這個角色 她有去想說這個角色 她可能是在什麼樣的前因後果之下 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所以到了我們後來拍攝的時候 她有一個非常非常明顯的 她心目中做了一個 Role Model在那一邊 她是依照她心目中的 Role Model去演繹角色 那我們再給她做出調整 而且跟她相處的過程 我也發現 她其實非常喜歡挑戰 各種不同的角色 像她也挑戰了 南方車站的聚會 她也挑戰了白日焰火 這幾年她的演出 事實上都是要嘗試不一樣的角色 因為她希望自己是演員 不是明星 如果是演員的話 應該什麼都能演 什麼都能演得好 所以她對於接受挑戰 她是非常樂於去做的 至於在那個配角 金氏姐的方面 我必須說 我真的拍這部片 是得到電影公司 就是甜蜜生活製作有限公司 跟那個監製總統 非常非常大的支持 因為當初在寫劇本的時候 我就寫了一句 那句話叫做 有一個長得跟金氏姐一樣 充滿了溫暖笑容 跟陽光的中年男人走了進來 這句話寫完 我那時候並沒有覺得什麼 可是這句話寫完之後 過了兩天 電影公司的製片 居然就打電話給金氏姐 我就嚇了一跳 後來他們跟我講說 只要導演覺得這部片 需要什麼樣的元素 可以讓他做到最好 我們當然就去做 所以後來中導的製作公司 就幫我談到的金氏姐老師 在這裡面參與演出 而且他演出的 就非常非常像 我們心目中 一個醫院的院長 應該要有樣子 他大部分的時候 你面對他 你會覺得他很親切 你覺得他一直在幫忙你 可是到了某個地方 他會露出他真正的樣子給你看 那那個表現都是超乎我們想像 那這邊其實 我會開始寫劇本的時候 確實有一個完美的角色的樣子 可是真的找他來演 我自己也是覺得 非常不可思議 導演這次的創作都非常幸福 那我們找到最後一個觀眾的問題 導演你好 就是我想問一下 你有沒有想過那個結局是說 你主角應該放下他的執著 就是找那個退 因為整個故事本來就蠻荒謬的 所以你有想過那個結局會改變嗎 或者是因為這是真實事件 所以你說就是本來那個就是真實事件來寫 所以最後就是找到了 其實跟那個真實事件的關係不大 因為電影跟真實事件不一樣 真實事件對我來說並沒有比電影本身來的重要 因為它只是一個啟發你敏感來源 至於說為什麼一定要找到 放棄或是不找到 其實是一個相對比較容易的選擇 可是我們通常在電影中 喜歡看到的是一個更困難的事情 找到比不找到困難很多 堅持比放棄困難很多 放棄會看到的是一種人生觀 通常比較多人可以做到 這個執著比較容易看到他真正心裡面 最在意的東西是神 我覺得最後的那一個告別 其實並不是堅持說 並不是只有堅持幫男生找回他原來的樣子 給他一個完整的屍體離開而已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他找回他自己 因為他是在那個救護車上面 想要送他老公走的時候 我們聽到那個藍色多腦和 藍色多腦和這首曲子 其實最有我們的使用 是在2001太空漫遊這部電影 它是一個全新旅程的開始 祝福你離開到一個下一個地方去 他是在這首歌不亂一半的時候 敲那個救護車的窗戶說我要回去 因為事實上還沒有做好這件事 他還沒有準備好要讓他離開 所以其實整個的尋找腿的過程 對我來說 有更大的一部分是這個女生在找過去的自己 他才能夠從前小姐變正太太 再變回前小姐 這也是他回到醫院的地區 他說我以前是正太太 我現在是前小姐 他是為了讓自己成為一個新的前小姐 去做這件事情的 所以我還是決定讓他找到 他才能夠變成一個新的自己 重新出發 謝謝導演 謝謝導演 因為我們是光臭了 所以現在要得到 希望明天上演的時候 會有機會發揮你的名字 好的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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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場不用用過了,是嗎? 是呀,不用了